音樂 哈囉,我是群里 我現在人呢在精緻美學這邊 因為我受邀來體驗他們的 eCO2的微點飛縮雷射 那其實說實在,我個人是第一次打雷射 所以其實我有一點 忌期待又害怕受傷害的感覺 因為其實我前一陣子要長了非常多 你知道嗎?囊腫型的痘痘 那兩種學痘痘如果處理不好的話呢 就會留下凹巴 那等一下會進行宿前的問診 還有一些就是雷射該有的步驟都會再走過一次 那等一下醫生過來我也會問一些比較詳細的問題 讓大家一起參與一起知道 就是雷射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又會有怎樣的不一樣的效果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靜帶醫生過來吧 現在呢坐在我旁邊的是金智美學他們的醫生 是我醫生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從簡單的問一下好了 因為我這一次是要打ECO2的微點飛縮雷射 那它跟一般的皮秒雷射的差別是差在哪邊 因為我們微點飛縮比較 就是focus在一些毛孔 然後疤痕的部分 皮秒雷射是最近當然比較新的機台 它就是不只有結合飛縮的效果 像射速啊除斑啊甚至說除刺青 就連膚質的部分都可以做一些改善 疤痕比較或毛孔比較大的 當然還是會進行一些比較侵入性 像磨皮類的雷射 有什麼飛針啊 飛縮啊 飛縮啊 那我想問一下如果說真的有人吃口肥酸 但是又想要積極改善 就是臉上的痘疤或是凹凍手 是有辦法打雷射的嗎 以前說有一些研究是覺得說 口肥酸這個東西是不是會影響 傷口愈合的情形 所以都會造成一些發痕 是不是有可能比較真正的 而且像有一些人 有可能會有一些卸足腫體質 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當然會避免麻煩 就是覺得說如果有在吃 可以先等治療完比較穩低一點 再過來做會比較好 那以上呢這幾個問題是有關於 雷射啊跟痘痘的一些相關問題 那因為是我自己比較好奇 那我想說順便問醫生 因為畢竟醫生比較專業 來幫我們解答 那我們也謝謝吳醫生 來幫我們回答我們的問題 就要問我們 我們可以生們的問題 這件最愛一模一樣 我們買比較快的 容量上去 就要問你們 那些人在不知了 放在那裡 在客通人道中 也隨便 太愛 超級我們 焦百分尼 在海坑總 好,我剛剛打完雷射 然後術後的那些舒緩療程也都做完了 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臉 其實現在的臉啊 不是很紅對不對 然後也沒有什麼太明顯 因為我覺得剛剛那個鎮定舒緩超有用 今天打的雷射是ECO2的微點飛縮雷射 然後在打的時候其實我覺得 沒什麼感覺耶 就是又有膚麻藥 然後再加上那個雷射 我覺得 就是打下去啊 就好像東西爬過去 是輕輕的爬 然後沒什麼感覺 只有後面醫生在加強的時候 你可能稍微感覺到一點痛感 但是那個痛的感覺呢 是就是好像小學啊 人家惡作劇會拿筆心戳你一下那種感覺 就稍稍戳一下 就又驚又喜的那種感覺 他們好像說這種 CO2的微點飛縮雷射的痛感 是比較重一點點的 所以可能是我臉皮太厚吧 那之後呢 我就會記錄我一週數後的療程恢復效果 到底是怎樣 再請大家敬請期待囉 現在呢 是打完雷射的當天晚上 其實紅的部分沒有那麼明顯 主要還是醫生有幫我加強的豆疤的部分 比較紅的 一圈一圈一圈的啊 都是醫生幫我加強 像是臉頰這邊有比較多的凹洞 以及太陽穴這邊 那另外一邊的話呢 一樣也是 這邊太陽穴的凹疤 以及臉頰的凹疤 術後我每天都會記錄 所以呢 大家就可以看我這個術前 以及術後到底有沒有差別 那如果你有期待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一起來記錄這個療程吧 今天呢 是打完雷射第二天 其實現在臉上的狀況啊 這樣遠看好像還好對不對 近看的話 醫生有幫我加強 像是臉頰 太陽穴 八橫的地方 其實都會有蠻明顯的那種 格子的紋路出現 然後有格紋出現的地方啊 摸起來會比較稍微乾一點點 而且比較偏粗糙一點 然後現在在做表情的時候 會有一種很像在拉扯的感覺 希望修復期過後呢 肌膚可以換來一行 哈囉大家今天呢 是雷射過後的第三天 那其實我覺得今天的復原狀況算是還蠻不錯的 臉上呢其實已經沒有什麼著熱刺痛的感覺 首先左半臉的部分 比較明顯有硬質的是臉頰 還有醫生幫我加強的太陽穴 以及這邊疤痕的地方 那右半邊呢 其實也是打同小於臉頰跟太陽穴 那其實有流硬質的地方 都是醫生有加強的部分 其他部分就復原的 還算是蠻不錯的 那鬍子呢 就如大家所見也是還沒有刮 因為我還不確定什麼時候可以刮鬍子 嗨今天是第四天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臉上的狀況 其實我剛洗完澡之後呢 發現臉上的結痂掉的已經蠻多的 像是左半邊啊 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今天的皮膚比較白一點點 那像是醫生有加強的疤痕 跟太陽穴的地方 其實也掉的蠻多的 那右半邊的狀況 其實也都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洗完澡之後 結痂的部分慢慢掉下來 你就感覺皮膚有變比較亮一點 只是啊 醫生在加強的部分 現在摸起來還是稍稍的有點乾 那我們一樣呢 就持續記錄我們皮膚的變化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囉 哈囉大家 很快的我們來到了第五天 那我剛剛洗完澡 在洗澡的時候就會發現 臉上的結痂好像都脫的差不多 左半邊臉啊 像是臉頰 太陽穴 結痂的地方其實脫的差不多 就稍稍有一點紅紅的地方 那右半邊臉呢 其實也都差不多的狀況 臉頰 太陽穴這邊都剩下一點點紅紅的地方 那其實醫生加強的部分啊 雖然結痂已經掉了 可是摸起來還是有一點偏乾粗糙的狀況 那沒關係 我們就一樣繼續保養 那一樣 我們會記錄後面兩天的皮膚狀況變化 那今天呢 就先記錄到這邊 我們就明天見吧 很快我們來到了第六天的晚上 那我一樣今天狀態也是剛洗完澡 那大家唯一看到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出了臉上不一樣之外 也可以看到這個鬍子 留的越來越長了 我應該明天會把它刮掉 因為明天也是記錄的最後一天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近況吧 首先是左半邊的部分 其實可以看到結痂啊 幾乎都掉的差不多了 右半邊臉的狀況呢 也都是結痂什麼的都掉的差不多 然後現在臉上的肌膚還是稍微有一點乾燥 跟稍微有一點點的粗糙 但是我覺得保養起來 其實也都不會有什麼過敏啊 刺痛的狀況產生 那明天就是我們雷射皮膚紀錄的最後一天啊 那我也會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以及術後的保養 跟術後的成果 好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今天呢來到我們皮膚紀錄的最後一天啊 那我現在呢一樣維持素顏 但是我今天就是你知道 造型整個有改變 就是至少看起來比較人模人樣一點 那一樣照慣例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皮膚的近況 其實兩邊臉的結痂呢 都掉的差不多 那當然還是有一點少部分的結痂 還是存留在臉上 就是你在摸臉的時候呢 就會感覺到還是會有一點一粒一粒刺刺的 那這次的雷射呢 主要是專注我凹凍的痘疤為主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這次雷射修復起來好像有一點點的長 而且臉上的結痂也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我這邊還是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有關於豆疤凹凍的治療 不是說你打一次雷射 你就可以馬上變成水煮蛋的肌膚 這是不可能的 那其實這次的雷射 我覺得對於毛孔緊實說實在還蠻有感的 那相較於凹凍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看影像看照片 其實不會到那麼明顯的差異 可是如果你是自己近看自己的皮膚 就還是有感覺到 凹凍的部分好像稍微淺了一點點 但凹凍這個東西是不可能馬上就填平了 可是如果你近看的話是有效果的 那其實剛剛打完雷射 我主要都是以他們提供這兩罐修復精華為主 那這個修復精華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的質地呢就是非常水潤的那種 又很類似玻尿酸的質地 但是它也非常的好吸收 那至於這一罐保養品呢 我今天早上有稍微試用了一次 它呢是有一點白色濃稠的質地 但是推開也是蠻好吸收 只是呢因為今天早上我第一次用它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大家推薦 它長期用下來的效果會是怎樣 但是呢其實我還蠻推薦這一罐修復精華 就是它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保濕效果也還蠻不錯 重點是它不會有任何的刺激 所以我還蠻推薦 那至於這次雷射效果呢其實我個人認為還蠻滿意 就是你在照鏡子的時候可以增加自己稍微的自信心 就是呢它會有一種物化感覺 讓你的凹凍看起來不會那麼的凹 非常謝謝金智美學的邀請我去施打這個雷射 總之呢我認為凹凍變錢的這件事情呢 對於自信心來講真的是 上升的非常的多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ECO2的微點飛縮雷射紀錄 那如果說你想知道任何更詳細的資訊 不管是價錢啊或者是雷射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目的的話 你呢都可以自行去詢問小編 他們呢都會有不一樣的折扣 所以每個人的價錢可能都會有所不同喔 但是如果說你問我推不推薦金智美學的話 以我自己第一次施打雷射的經驗來講 我個人是還蠻推薦的啦 好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喜歡 或是訂閱我喔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任的這支影片 同時喔 我現在有私人的Instagram跟粉絲 還有博物格 大家記得去按讚追蹤觀看 我是軒尼 我們下次再見 掰噗 所以一般會一般人會覺得這個很痛嗎 這個蠻痛的耶 是哪一家的啊 臉皮真的太厚了 就你今天得到結論是我的臉皮 好厚喔 有啊 主要是 他剛剛幫我打昨天我有點嚇到 因為醫生有停很久 這樣有要打嗎 結果他就突然打了 打了一下我就有點嚇到 嗯 錯手不止 但其實還好 人中也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痛